第四章 中共的经济统战 一 市场一体化与金融一体化 经济机遇还是经济角锁 中共将物质决定精神的哲学观念 以及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奉为圣界 这就决定了中共的诸种对台统战方案中 经济统战方案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 2008年6月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由温家宝对经济统战方案做出解释说明 温家宝明确讲 2012年解决台湾问题 要寻政治经济双管齐下 经济在前台 政治在幕后的原则进行 要通过推行经济一体化方案 首先实现两岸的经济统一 为政治统一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只要实现了经济统一 政治统一就顺理成章 指日可待 温家宝指出 国民党重新执政 给中共加速推行经济统一的政策 提供了政治条件 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 则为迅速实现两岸的经济统一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它特别就全球经济危机 对台湾的影响做出分析 正反相合 福或相义 世界经济危机 虽然已经给我国的经济 造成很大的冲击 而且随着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对我国经济会产生更大的压力 但是 这次世界经济危机 也给我们解决台湾问题 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台湾能源核矿产资源匮乏 岛内市场狭小 空间有限 所以 能源核矿产资源的进口 和产品的出口 就是台湾生存和发展的两条生命线 目前这次源于西方世界的全球经济危机 必然造成商品需求量的全球性萎缩 这对于主要靠出口型经济 才能生存的台湾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产品出口萎缩 又必将影响进口自然资源的能力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台湾东边面对浩瀚的太平洋 西边一百多公里 就是大陆 对于台湾 这正应了佛家的一句话 叫做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惊涛骇浪面前 只有依靠大陆 台湾的经济 才能有出路 我们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市场 容纳台湾产品出口 就像大海容纳河流一样容易 我们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完全能满足台湾的需求 当然 台湾想从大陆得到经济发展的空间 就要同意和大陆实现经济一体化 要用协议的方式确定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框架规则 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就是经济统一 台湾得到经济实惠 我们实现统一的政治目标 这才叫双赢互利 各有所得 对于2012年前 率先实现两岸的经济统一 我充满信心 虽然我们可能会为此付出一些经济代价 但同完成统一大业 实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医院相比 付出这些经济代价是值得的 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 是军中主张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性人物 可能是基于对胡锦涛等人决策 以统战方式为主 解决台湾问题不满 梁光烈在会议上 很不礼貌地打断温家宝的话 质疑道 当初台湾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 主要是靠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 对这个你怎么解释 你根据什么说 这次台湾的经济非靠我们不可呢 针对梁光烈的质疑 温家宝作出解释说 过去台湾能自主创造经济奇迹 首要的是精神原因 当时台湾政治的自信还存在 政治的自信中 又产生出一定的精神凝聚力 台湾社会和台湾人 还能以这种精神凝聚力 为依托保持自信心 在这种政治精神背景下 才产生了台湾的经济奇迹 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台湾不再有政治的自信 也失去精神凝聚力和自信心 国民党连谈三民主义的兴趣都没有了 陈水扁和民进党也主要是把所谓台独理念 当成拉选票的工具 整个台湾社会蓝绿分裂 族群分裂 丧失政治目标 思想混乱 人心离散 连许多政治人物 大资产者和社会名流都人人一本 外国护照或者绿卡 随时准备坐鸟受散 在这种情况下 在完全丧失自信心的情况下 台湾已经没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 度过经济危机 走出经济困境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这就叫精神反作用于物质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 中共经济统战的总体目标 就是通过经济一体化 形成两岸经济统一的事实 从而为中共利用政治统一的方式控制 进而扼杀台湾的自由民主 创造经济基础 中共实行经济一体化的方案 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内容 即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 市场一体化的主要协议表述方式 就是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金融一体化的标志性的协议表述 就是以金融管理合作备忘录 冒为起点的一系列协议 中共对台经济统战方案规定 在市场一体化方面 务必达到下列要求 大陆市场要成为台湾的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出口市场 其中出口到大陆的农产品 要尽快达到台湾农产品出口总额的90% 大陆要成为台湾能源等关系国际民生的战略资源的主要来源地 为尽快实现这一目标 可以采取降低价格等有效措施 要确保2012年之前 每年赴台的大陆游客接近50万 如果有必要 还可以适当增加 以实现大陆游客成为台湾旅游业的最主要收入来源的状态 根据中共对台经济统战方案的要求 金融一体化要实现下列目标 要逐步控制台湾的银行业和保险业 要不惜代价 操控台湾的股市 要迅速开始 并加强对台湾能源 大型公共交通设施等战略领域的投资 尽快形成大陆和台湾之间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血肉相连 逆不可分的金融和投资关系 上述方案中还特别提出 实现金融一体化过程中 为达到既定目标 可以采用各种灵活的方式 要特别注意对已在大陆投资的台商的运用 必要时可以借机生蛋 借持养鱼 给予在大陆有重大经济利益的台商达成秘密协议 由中共出钱 借台商之名 对台湾的银行 保险等金融企业 以及能源 重要公共交通企业进行投资 从而突破台湾对上述领域中外来投资比例的限制 实际实现中共资金对这些台湾战略经济领域的控制权 2008年6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李克强也曾就两岸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做过解释性发言 他说 实现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 也就实现了两岸经济上的统一 当然 为此我们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 比如 接纳台湾的出口产品 会对我们的一些产业产生冲击 为吸引台湾把大陆作为它进口战略性自然资源的主要选择 我们需要用比国际平均价格低一些的价格向台湾出售自然资源 再比如 为突破台湾设置的投资屏障 控股台湾的银行 保险和其他战略性的经济体 我们不得不借助一批台商做我们的代理 对这些台商我们当然要支付比较丰厚的报酬 要操控台湾的股市 使其基本按照我们的意愿升降 也需要一定的资金付出 但是 所有这些经济代价都是值得的 都会得到政治的回报 正像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那样 在台湾问题上 首先要算政治账 2012年 解决台湾问题是我们当前的政治战略的首要任务 这个任务关系到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战胜资本主义的重大问题 虽然我们不得不付出一些经济代价 可只要实现了市场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 我们就立刻在两岸关系上 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战略主动权 台湾的出口市场由我们控制 台湾必须进口的战略资源 在我们手中 台湾的银行 保险和战略性经济行业 由我们控股 我们有能力操控台湾股市 甚至有能力决定台湾旅游业的兴衰 在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之后 我们的政治意志 就决定了台湾的政治意志 台湾问题按照我们的政治意志解决 就是历史的必然 有同志担心 这样付出的经济代价会不会太大 事实上 主要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 解决台湾问题 无论需要付出多大经济代价 都比以武力为主 必须付出的代价低得多 而且在经济力上 对台湾较大幅度倾斜 也是有时效的 2012年 完成政治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战略之后 台湾就主要还是要靠自己来发展 从温家宝到李克强所表达的政治意图 是中共对台湾的经济活动追求的真正目标 即中共经济活动的价值归宿 不在于经济 而在于政治 台湾如果把自己的经济前途 主要寄托于大陆 就等于把自己命运的缰绳 交给中共掌握 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根本上源于人类过度消费的生活哲学中 产生的虚拟数字经济 这是整个人类为自己的生活 哲学的错误 而不得不承受的艰难 连美国 这个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内的人群 都必须承受 台湾又怎么可能回避艰难 事实上 也只有那些通过智慧的反思 和自己不懈的努力 战胜了艰难 战胜了经济危机的族群和国家 才会赢得属于自己的未来 可是 目光短浅 而又缺乏智慧的马英九政府 正在向台湾人灌输一种完全机会主义的思维 似乎只要傍上中共这个大款 台湾就可以侥幸躲过这次 全人类都正在经受的经济艰难 在这种思维指导下 马英九为实现中共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设想 而安前马后 并竭尽所能 帮助中共把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 这两条经济脚索套在台湾的命运之上 历史将证明 当中共的政治铁手拉紧这两根经济脚索时 被绞杀的将是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和自由人的尊严 二、台商 一个被强权绑架的族群、利益与良知之间 在大陆 台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 并很快开始风行一时的概念 当时 正值中共党内两个良知人物 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主政 中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比较 自由的时期 不仅经济改革狂飙突进 政治改革也成为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术机构中 知识分子讨论的主题之一 在这种大背景下 随着中共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 台湾资本开始进入大陆 台商也逐渐成为具有时尚性的概念 统战部是中共负责对台事务的最重要部门之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任统战部秘书长 有一次谈到台湾时 他对笔者说 我们了解到台湾都已经在考虑逐步放开民主了 我们党内却还有人要反自由化 这样下去我们在政治上要被台湾抛在后面了 胡德平对台湾的这种良心的认知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良知派的普遍观念 所以尽管开放台商来大陆投资仍然有统战的考虑 但当时统战考虑中隐藏的政治阴谋的因素并不多 由于处在经济改革的热潮中 那个时期很多中共官员更倾向于把台商视为经济因素 八九年六点四血案之后 中共党内的良知派被彻底清洗 中共走上权力强化极权专制的不归之路 邓小平等六点四血案的元凶完全清楚 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 只有极权专制才能保护他们免受政治的清算和法律的惩罚 所以从确定江泽民为中共总书记 到阁代制指定同样身负血案的胡锦涛为接班人 都是邓小平为强化极权统治所做的政治安排 经济的开放虽然还在持续 但政治改革已被禁锢 强化极权专制已成为中共首要的政治意志 解决台湾问题的目的 也由原来的解决中共与国民党的历史恩怨为主 转为用中共的专制控制台湾的民主制度 从而一举消除台湾民主的示范作用 引发大陆民主化浪潮的危险 对此 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遗嘱 就是权威的证明 鉴于以上原因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 中共越来越把台商作为统战的政治因素 而不是经济因素来看待 本世纪初 胡锦涛执政之后 他以邓小平的遗嘱为上方保健 将2012年解决台湾问题 确定为中共的战略重点 从此之后 台商 这个本应该属于经济范畴的概念 在中共的视野中已经完全政治化 通过对台商的运用 实现统战的政治战略 现在成为中共官员对台商价值的基本定位 2008年6月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 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 专门确定了利用台商进行统战的五个主要方面 其一 充分利用台商在台湾社会各阶层中辐射的影响 加强大陆对台湾人民的亲和力 其二 在大陆资本不便公开进入的领域 比如传媒 教育等 以及在不准大陆资本控股的经济领域 用台商做代理人 进行收买和投资 以实现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统战工作目标 其三 2012年3月之前 要加强对台湾的招商引资工作 要达到台商人数比2008年增加30%的目标 以并扩大台商在2012年台湾大选中的影响力 其四 做好过去或者现在 公开或者秘密 给民进党提供政治现金的台商的统战工作 利用他们影响 分化民进党 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民进党的政治行为 其五 加大力度 在台商中进行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思想 理论和组织的准备工作 为中共将来利用台湾社会民主党的名义 控制台湾社会 打下坚实的政治组织的基础 台商投资大陆 本是为了利润 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行为 然而中共政权却要把政治的命运强加到台商身上 台商如果服从中共政治意图 做中共的统战工具 便可以获得利润 否则便要面对中共运用国家权力 给不服从者造成的经济困境 甚至绝境 中共想强权绑架了台商 而经济利益成为迫使台商就范的人质 台商由经济概念变成政治概念 是违背人类社会正常逻辑的荒谬现象 但却又有其必然性 中共专制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现代经典 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表现 中共的经济改革所造就的 是权力贵族市场经济体制 所以 无论中共的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 专制权力都具有至上的权威 都是最终的裁判者 中国存在两套法律 一套是公开宣布的 一套是实际作用于社会的 公开宣布的法律的主要功能 在于欺骗世界和中国人 为中共制造依法治国的假象 实际起作用的法律 则在中共各级政法委的控制下 成为实现中共政治意志的法律工具 极权政治之下 只有人质没有法治 政治权力是法律的主人 法律是政治权力的婢女 这本是政治法律常识 但由于中共令人眼花缭乱的欺骗宣传 人们常常忘却了这个常识 以极权政治的背景来审视 台商被中共强权所绑架 就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不过 中共之所以对迫使台商做他的统战工具 怀有如此充满傲慢的自信 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西方各国和日本 在中国的投资者 以及投资中国的跨国公司 或者国际财团 也都被中共列入统战的政治事业之中 但中共对这些投资者 却不敢进行肆无忌惮的政治绑架 而只能迂回曲折地 做一些政治小动作 因为这些投资者 不仅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 而且每个投资者后面 都有其所属国的主权和法律 为其提供保护 中共不能对这些投资者为所欲为 而必须遵守通行的国际经济法规则 台商则不同 一方面 绝大部分台商资本规模较小 不具备跨国公司 或者国际财团那样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台商没有国家主权 为其提供法律保护 中共彻底否定中华民国的主权 可见台商实际是在没有任何主权保护 和法律依托的情况下 进入大陆投资的 大陆的法律的终极目标 不在于保护台商的利益 而在于体现中共的政治意志 由此一来 台商的命运便只能完全由中共的政治意志左右 台商的投资利益 更是完全由中共腐败的官权予取予夺 中共极权之下 利益和良知是对立的 大部分台商自投资大陆之日起 内心就处于利益和良知的冲突中 由于腐败权力是中国社会和经济运转的轴心 所以仅凭诚实的工作并不能得到利益 获得利益的前提是 必须通过行贿这种法治国家示威的犯罪方式 与腐败的官权结成肮脏的同盟 行贿的方式花样百端 从金钱到美色无所不至 在中共的腐败官员眼里 台商毫无尊严可言 只是他们的活的钱包而已 同时大陆投资的高额利润 主要是来自农民工奴工般的劳动 台商只有首先杀死自己心中的人性 才能心安理得地赚取这种非人道的利润 台商想在大陆获得经济利益 首先必须蒙蔽自己的良知 不过那还不是最坏的情况 现在中共要以经济利益为人质 要求台商群体成为其统战台湾的政治工具 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台商为经济利益而泯灭天良 背叛其故乡台湾的根本的政治利益 想要经济利益吗 那就把台湾的政治自由出卖给中共极权专制 对此 胡锦涛曾一语道破天机 他在一份中共国税局和工商总局 关于台商政策的报告上批示 我们当然不能允许有人以免在大陆大发奇才 以免有知识态度 甚至把在大陆挣到的钱拿去知识态度 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就意味着犯罪 胡锦涛的这句话表述出中共暴政的一个 自认为理所当然的政治逻辑 经济利益的得失要由政治立场决定 经济利益要以限制政治和思想的自由为代价来换取 关系到台湾的自由 台商在利益与良知之间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历史正在等待答案 然而 中共暴政对此问题 却已经表现出充分的自信 2008年6月那次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胡锦涛曾说 对于台商我是有信心的 相信他们绝大多数人会服从我们的政治安排 当然 各部门还要从各自的角度去做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 也要对相关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 对台商同胞要动之以情 明之以理 小之以利 视之以民族大义 许多台商在大陆生活多年 习惯了大陆的风土人情 社会制度 不仅经济事业在大陆 感情上对大陆也产生了归属感 有不少人还在大陆娶妻生子 真正安家落户了 经济地位和社会存在状况决定了 他们一定会支持我党统一台湾的事业 台商整体上是否会像胡锦涛相信的那样 背叛台湾的自由 出卖良知 换取个人利益 沦落为中共统战的政治工具 这还需要等待未来的历史 做出最后的回答 不过 即便胡锦涛相信的变成了事实 责任也不能完全由台商来承担 应当受到指责的 首先是台湾的政客群体 人性中本就有对物欲的追求 能够抗拒经济利益诱惑的唯有精神信念 可是台湾的政客们正从不同的角度摧残属于台湾的精神信念 马英九摧毁台湾人的自信 把中共描绘为台湾的唯一出路 陈水扁则以其贪毒之行伤害了台湾的政治价值 并继续用小政客的表演加深这种伤害 在上述情况下台商很难找到可以作为其心灵依托的属于台湾的精神信念 商人的社会职能不在于创造精神价值 而在于创造物质能量 创造精神价值是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天职 精神信念一旦丧失 须想经济利益就成为人性的必然选择 所以随经济利益的诱惑而做中共希望看到的政治之舞 很可能将是台商在下一个历史剧目中的表演 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希望在于 艰难实事之中能有大政治家和智者群体横空出世 重建台湾自由的精神信念和政治自信 包括台商在内的台湾人民 才可能因此而找回对正义、良知、真理的信心 才可能抗拒来自强权的经济诱惑 坚守台湾自由的原则 三、实施经济统战的权谋 阳光后面的黑暗 专制权力是中共官僚集团的生命线 中共官僚集团的特权、财富、荣耀、地位 全部源于专制权力 也只有凭借专制权力的保护 中共才得以规避诸如海山、米洛色围棋 红色高棉等反人类罪的罪犯的命运 即因其罪恶受到法律审判 专制权力构成中共官僚集团生活内容的中心 而专制本身属于政治的范畴 中共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 不过 这个政治的动物却有崇拜物欲的力量 中共的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国家哲学 是源自西方文化的辩证唯物主义 所有唯物主义的基点都在于 把世界的本源和人的本质归结唯物 在唯物主义的内心深处 人活着就是一块随物欲的诱惑醉生梦死的物质 死去就变成一块腐烂发臭并归于尘土的物质 基于对人的本质的这种阴郁的观念 中共相信 物性力量是左右人的精神和政治取向的根本性力量 所以 中共又把经济的手段作为实现其政治意志的最重要的方式 中共让经济变成充斥着政治权谋的领域 中共对台湾的政治图谋十分明确 即把专制的铁链套在自由台湾的景象之上 而中共的全部对台经济活动都围绕其图谋的主轴转动 由于对物性力量的崇拜 中共对经济手段的运用远远超出经济统战的范畴 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广泛的领域 都可以感觉到政治权谋操纵的经济之手在起作用 中共经济统战的直接目标就是 通过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 掌控台湾的经济命脉 从而在以专制政治的名义统一台湾之前 先行实现经济的统一 除此之外 在其他统战领域中 经济的权谋运用也成为重要的运作支点 这种情况具体表现为下属各个方面 首先 在对国民党上层的政治统战中 经济手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2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 转发到省军级的一份统战部的秘密文件中明确规定 对于国民党上层和其他有重要政治社会影响的人士 无论是直接以其本人的名义 还是通过其亲友的名义 在大陆的投资都要基于保护 要确保其投资的经济效益 文件中写道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 在相当程度上 关系到我们党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成败 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务必要认真对待 坚决执行 中共政协主席贾清林 在统战部的一次对台工作会议上 就此讲过一个很粗俗的话 我们先让国民党上层 把经济利益的屁股坐到大陆上来 他们的政治屁股坐过来的哪一天还会远吗 其次 在对台商的政治统战中 中共也把经济手段作为最重要的权谋来运用 台湾的投资者虽然都统称台商 但地位却完全不同 有的台商如国民党上层和所谓有重要政治社会影响的人士 是作为中共的政治统战的目标性人物 被邀请到大陆投资的 享受和中共权贵家族资本相差无几的特殊利益 而大多数台商最初则是怀着发财之梦进入大陆的 进去之后才发现 他们的投资实际没有任何法律保障 中华民国的法律中共不承认 同时中共也不承认台商有国际法的地位 中共的法律首先保护的是 中共官权的意志与利益 在此处境之下 台商往往称为中共官员利用腐败的权力任意宰割的羔羊 所以很多台商开始都有一步投资亏损 甚至濒临破产的血泪时 经过多年磨难 台商终于学会通过权钱交易 与腐败官权结成同盟 来换取肮脏金钱的生存方式 恰在此时 中共又开始运用具有政治权谋的经济方式 利用逼迫台商成为中共的第五宗队 为其用专制统一台湾效命 2008年6月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中共政界主席贾清林说得很清楚明白 对于支持拥护我们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台商 要满足他们合理的经济要求 要让他们感到大陆是投资者的天堂 对于暗中反对我们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台商 要加强监管 进行经济制裁 必要时可以让他们倾家荡产 血本无归 再次 经济权谋在控制民进党金主 和瓦系民进党社会基础方面 也得到充分运用 如前层数 中共是新潮流为民进党内最具组织能量的派系 因而将其列为统战的重点目标之一 而统战的具体方式 就是把新潮流的金主诱入大陆投资 以胡锦涛为组长 另计划具体负责的中共内部对台工作领导小组 就如何对待新潮流的金主 做出过逻辑清晰的政策规划 即第一步 是以优厚投资条件 促其决心投资 第二步 使其得到超额经营利润 进而促其扩大投资 第三步 要求其终止对民进党的经济资助 第四步 根据其政治态度 决定今后如何对待其在大陆的经济利益 该规划中还提出 促使其扩大投资 是我们的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步 其在大陆投资的规模越大 将来转变立场 采取有利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态度的可能性就越大 根据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 在瓦解民进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上 经济手段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共的电视台拍摄关于台南水果的电视片 声称要把台南水果介绍到中国 大陆广西 大批量订购台南水果等 充满善意的经济行为的表象之下 都隐藏着冰冷的政治权谋 要让台南 这个构成民进党最主要社会基础的地区 在经济上依赖于大陆市场 要让台南民众的经济收入 由大陆的市场来决定 以促使台南地区民众的政治立场逐步转变 就这个问题 胡锦涛专门做出指示 对台湾的统战工作 特别是对台南的统战工作 首先要算政治账 然后再算经济账 主要用统战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无论怎样都比主要使用军事方式的经济代价小 如果付出一些经济代价 能够瓦解民进党的社会基础 让台南人民通过切实的经济利益感觉到 大陆是他们切身利益之所系 对于我们 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划算的 另外 经济权谋的运用 也成为文化统战的重要支柱 关于这一点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专门介绍 在此有必要特别指出 尽管中共决定 主要用统战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但从没片刻放松所谓军事斗争的准备 以经济活动的名义 掩藏军事准备的活动 乃是中共运用经济权谋的不可忽视的部分 而中共想豪华的宣传活动 推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概念 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共公开宣传的设置海西区的目的 全属于经济范畴 表面上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岸的经济交流 方便台商投资 有利于实现两岸经济一体化 但设置海西区实际却是由军方提出决策方案的军事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是福建 同时包括江西的纵深地区和浙江广东的毗邻地区 这个所谓经济区正是中共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进攻出发地 中共公开宣称的海西区经济基础建设的重点是 海西大通道和厦门与梅州两个深水港经济能量的开发 海西大通道是指两条由江西腹地分别通向厦门和莆田的运输大通道的建设 这两条通道的建成能让隐蔽于江西山地藏兵洞深处的中共军队以及作战设备 在九个小时内高速抵达福建的两个港口 而此前已经建成的五条横向高速铁路 则满足了中共军队沿福建海岸高速展开的运输条件 同时江西山地中共军队的战略藏兵洞 又由隧道和军事专用铁路 与大陆纵深其他军事基地相连 所以海西大通道的建设 使中共对台作战的前线与后方 连结成一个高小高速的军事交通系统 中共军方早就选定厦门港和梅州港 作为对台两栖登陆作战的进攻出发地 为弥补运输舰和登陆舰的不足 中共军方在2000年拟定了利用民用船舶 运送登陆部队的计划 并对民用船舶改为军事用途时 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 做出具有实战可行性的安排 而海西大通道的建成 可以使大批登陆部队 不到十个小时之内 便能从江西山地的藏兵洞中 赶到厦门港和梅州港 直接搭乘事先云集在港口内的民用船舶 发起渡海作战 从而达到战役 甚至战略的突然性 对于中共在经济表象之下 隐藏的军事图谋 马英九总统看来是猛然不知 依然像中共低音不武的小调 麻痹台湾人的警觉性 他真的是不知大难之将至 还是另有深意 维护马英九两岸政策 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微信 确保2012年春天的大选 马英九连任 这是中共要充分发挥 经济权谋作用的 最重要的政治战略领域 在中共的政治视野中 马英九的两岸政策 基本符合按中共确定的时间表 以统一之名 用极权政治对台湾实施 政治控制的战略构想 所以维护马英九的两岸政策 在台湾人心中的微信 同维护中共自己的政治利益 完全一致 中共不仅这样想 而且早已开始这样做 比如 如前所述 为证明马英九的三通 和开放陆克来台的政策的正确性 中共不惜运用类似黑社会 要保护费事的手段 强力一些企业出资组织员工赴台旅游 再比如 为证明马英九 把中共描绘为台湾的经济救星的正确性 中共即使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 也要保持台湾股市 不致大幅下跌 甚至有所上扬 中共要通过马英九的两岸政策 在政治统一之前 率先实现两岸经济统一 但中共的最终目的在于专制政治下的统一 中共与马英九先经济 后政治的逻辑正可谓心有灵犀 不点一通 而马英九的连任 对于中共完成 其2012年政治统一的构想 则至关重要 所以 运用包括经济权谋在内的各种手段 确保2012年春马英九当选 乃是中共关注的重点 中共也以下令要求各相关机构 就此未雨绸缪 早做预案 虽然据2012年春上有三年 可中共海协会副会长张明清 却被征得投工 在2009年3月 就向中共中央成递了名为 关于确保国民党2012年胜选的工作方案的建议 其中有关经济权谋的运用 张明清提出四项建议 其一 在下一个台湾大选年度 大陆游客数量应当翻一倍 达到一百万 大陆游客增加 不仅可以在选举年 给台湾带去经济景气 还会产生拉近台湾人 对大陆的感情的广泛的社会效应 有利于马英九当选 其二 支持在台湾2012大选前三个月期 保持台湾股市的景气 这是股票换选票的策略 其三 要用不言而喻 而又明确无误的策略方式 让二百万台商人人都明白 他们的选票投向 将决定他们大陆投资的利润走向 其四 在下一个台湾大选年 永高于一般市场价的价格 宣布购买台南的可供出口的水果等农产品 以瓦解民进党的民意基础 从辩证的角度理解 瓦解民进党的民意基础 同保证国民党当选 是成正比的 中共和国民党政府 共同在用经济之比 描绘两岸关系阳光灿烂的图案 但这个图案本质上是虚假的 因为经济的运作只是权谋 中共的政治目的才是实质 政治目的一旦实现 作为权谋的经济运作 必将由于失去必要性而终止 那么 随这种权谋性经济运作产生的经济利益 也只能烟消云散 为政治利益而给予的经济利益 必定随政治利益的实现而消失 只不过政治利益属于中共暴政 台湾人最终从中共那里能够得到的 只有政治的枷锁和经济的失望 四 简要结论 人世往往是荒谬的 在两岸关系的范畴内 正出现一个荒谬至极的现象 一方面 先有中共党求江泽民 严厉要求其党员 必须把讲政治放在首位 作为一切工作的思想出发点 后有胡锦涛批示 要学习政治上一贯正确的北韩 并要求在对台统战的活动中 首先要算政治账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 都担心中共官员忘记 维护专制政治 是其经济 文化 社会各领域活动的基点 因为 失去专制政治 中共官僚集团 就失去一切 并将引起反人类罪 大规模贪污 和攫取社会财富罪 而受到审判 另一方面 先有陈菊 为其与中共之间的破冰之旅辩护道 生活不只是政治 接着吕秀莲奋勇跟进 声称 不要再把中共看成六点四党 欲越欲世之情 易于言表 从陈菊到吕秀莲 似乎都致力于通过弱化中共政治性的演说 来替真实而冷酷的存在的中共对台政治战略阴谋遮羞 如果是连战如此作为 那就毫无令人惊察之处 中共政治走狗的天性之一 就是为中共对台的政治阴谋遮羞党仇 然而 从陈菊到吕秀莲 都是民进党的拟天王式的人物 他们也如此作为 难道在向中共投怀送报的问题上 他们已决议不让国民党和连战专委于前 而要后来居伤吗 吕秀莲所说 中共已不是六点四党的断言 更是对中共的实质一无所知的混化 经济遗产的继承 既包括财富 也包括债务 政治也是如此 中共当今领导人 在继承中共的政治权利的同时 也必须继承中共的反人类罪的罪责 实施六点四大屠杀不仅是邓小平 李鹏的个人意志 而是代表了整个中共权贵阶层的意志与利益 代表了中共极权政治的意志与利益 六点四血案已成为对中共的政治恶咒 只要中共暴政还没有引起反人类罪受到审判和惩罚 这个恶咒就永远不会结束 为了规避 由于六点四血案被审判 被惩罚的命运 中共只有不断强化极权统治意图 从这个意义上讲 从八九年起直至中共崩溃 中共都将是六点四党 即在六点四党恶咒的阴影下 竭尽全力逆历史潮流而动 先方百计 加强极权专制 但那只是逆天形的突然之举 逆天者必败 第五章 中共的文化与社会统战 一 控制媒体和出版 在自由的表象下实现思想专制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 极端注重对人的心灵的绝对控制 纳粹德国更发展出一整套 严密控制媒体与出版的党国体制 或许因为希特勒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都以德国乃至西方极权文化为背景 中共的党国体制 完全继承了纳粹德国 极端重视控制媒体 与出版的政治基因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人的思想乃至是非判断 都会随持久有效的宣传而改变 宣传会使人对痛苦甘之如意等等 这些纳粹时期 关于精神控制的真言 同样是中共的宣传原则 只不过使用的语言 或者表述方式略有差别而已 在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活动中 控制媒体和出版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中共就已经制定并实施 思虑周密的控制面板 台湾媒体和出版的统战方案 胡锦涛更曾在2003年 中共宣传部和统战部共同拟定的 对台湾媒体统战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道 不要满足于已有成绩 要让有关部门的同志们 树立一个信念 通过对台湾社会思想舆论的引导 使两岸统一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要思想统一先行 用思想统一引导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有效实现对台湾媒体和出版的掌控 胡锦涛的这个批示 作为指导思想 在2008年6月通过的 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 被再次引用 中共控制面板万媒体和出版的内部战略 表述为16字方针 即以台制台 为我所用 有点倒面 全面控制 之所以要以台制台 是因为这个领域相当敏感 直接通过中共或者大陆的机构实施控制 即可能引起台湾社会的警觉 而用台湾人作为代理 则可以起到暗度陈仓之效 全面控制的方针 则显示出 中共控制面板万社会舆论和思想自由的决心与自信 决心源于中共一定要在2012年解决台湾问题的非理性的战略 自信则来自于中共对其实行文化统战策略的有效性的预见 中共实行控制媒体和出版的统战策略 无非是运用经济利益的杠杆 撬动台湾相关业者的贪欲之心 然后用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思想上的服从 中共对台湾出版业者统战的具体方法是 抛出两个调尔提出一个条件 所谓两个调尔 一时对大陆广大图书市场的准入 一时允许其作大陆廉价图书在台湾的代理商 所谓一个条件就是不准在台湾出版政治上 对中共不利的图书和音像制品 从2005年起 中共宣传部每年年初都通过中间人 以非正式但却明白无误的方式 告知与大陆图书业务有合作关系的出版业者 绝对不能出版哪些人的作品 否则同大陆的图书业务便将中断 五年以来 每年在中共宣传部禁书作者名单上都出现的 有袁红冰 辛浩年 何清莲 达赖喇嘛等人 通过利诱与威胁 中共已经相当程度成功地控制住台湾的出版业 对中共可能产生不利政治影响的书籍 在台湾出版困难重重 而为中共歌功颂德 或者按中共意志篡改 歪曲现实和历史的各种各类图书 则汗牛冲动 在书店中随处可见 此情此景 与中共向政治警察和严格的出版检查制度 控制下的大陆图书出版市场几乎毫无二致 现在台湾除少数几家出版社还不受中共利诱和政治控制 坚守出版自由的原则之外 众多出版社已经沦为中共和金钱的政治与思想奴隶 控制面板们的媒体则是中共统战工作的第一重点 中共是靠暴力和谎言夺取并维护其政权的 媒体则是中共相以制造谎言的主要工具 所以重视控制媒体是中共的一种政治本能 原中共首领江泽民在1998年就曾对中宣部做出指示 称控制了台湾的媒体就等于控制了台湾的一半民意 这种控制比排军队去海管用 这是对思想意识的控制 思想意识有指导人的行为 中共对台湾媒体的控制 遵循利诱与收买双管齐下 硬件与软件两面并重的思路进行 这个思路也是当年江泽民提出的 利诱的含义不言自明 即以利益作为筹码 要求台湾的媒体业者为中共在台湾进行统战的思想宣传服务 只是对于台湾媒体 中共的利诱可谓出手阔绰 不计血本 媒体业者如果同时经营出版业 则前述对出版业者的两个调尔依然有效 如果媒体业者兼营或者主营其他经济项目 并在大陆有企业 只要该媒体业者愿意牺牲新闻自由的原则 为中共的统战做宣传 那么它在大陆的企业便拥有了只会获得利润 而不会亏损的特权 在中共的权贵市场经济体制之下 腐败的官权是亡者 可以随其意志决定企业的亏赢生死 所谓收买 具体是指由中共秘密出资 由已经成为中共统战工具的台商公开出面 收买台湾媒体 之所以由台商公开出面 是为掩盖中共对台湾媒体实施思想控制的政治阴谋 让媒体继续保持非政治性的假象 增强其实质上 作为中共舆论代言人的对台湾人宣传的欺骗性 而由中共秘密出资 则可以使中共比用利诱的方式 更直接更方便地控制媒体 中共通过台商购买台湾媒体的统战行为 早已展开并取得极大成果 而其势头并未减弱 甚至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 均不见 有台商贩太平洋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在一次众多中共官员出席的会议上 即中共之所及 公开宣称他要斥巨资 回台购买电视台 真可谓对中共抛肝力胆 以示忠心 唯恐不及 所谓硬件与软件两面并重 是指一方面要控制面板 万媒体本身 即控制硬件 还要同时对媒体的工作人员 进行统战工作 以达到思想控制之目的 多年以来 诸多台湾媒体的记者 编辑 都曾受到大陆相关单位的邀请 免费赴大陆 作业内交流 兼之以观光旅游 而大陆方面的接待 必定是美酒 与鲜花齐菊 热情与豪华病治 中共投之以穷摇 台湾的记者和编辑 又怎能不报之以逃离 于是 撰文编辑之际 自由 可观 公正的媒体 职业道德原则 常被感激土宝 致以侵蚀 更有甚者 某些名记者 名编辑 在中共着力统战之下 已因一己之私情私利 主动做中共代言人 实质上 把自由台湾的媒体 变成了中共的宣传机器 人的道德良知 有时竟如此脆弱 以良族为之扼腕而常态息 台湾电视节目中 有一个奇特的群体 即名嘴 名嘴们 大都有一个 与知识分子身份相关的头衔 但其中许多人 神行之为所庸俗 语言之粗鄙无聊 思想之浅薄无知 均堪称绝唱 从他们相当一部分人 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企图 影响社会舆论的努力中 能够清晰地看到 中共统战的阴影 他们有的用 尖酸刻薄的语言 在因统独之争 而置于族群撕裂的台湾 伤口上撒盐 有的摇唇骨舌 为某些国民党权贵的 媚共投共行为 做合理性权势 有的油嘴滑舌 为中共粉饰太平 其中最过分者 竟有胆量公然违背 中华民国宪法 在中共中央电视台的 海峡论坛节目中 称中华民国的总统为 台湾地区领导人 真是使台湾的法律如无误 有失无恐达于极致 其所事者 无非中共背后的政治撑腰 现在 台湾也只有少数报纸 如沙漠中的绿洲一样 孤独保持着立场的独立性 一百多个电视频道中 仍然没有被中共利诱和收买的 也所剩无几 可谓辽若沉腥 翻开台湾的报纸 打开台湾的电视 所看到的绝大多数 关于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的情景 都是一派英格厌恶 太平盛世的伪宣传 似乎台湾的报纸和电视台 已在中共宣传部的绝对控制之下 但是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2008年6月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另计划就进一步加强对台湾媒体的控制 提出极为具体的计划 即要求有关部门 在2010年年底之前 采取有效方法 控制自由时报集团 苹果日报集团 三B电视台和民事电视台 另计划讲 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 已经做出决定 台湾下次大选前 我们一定要做到舆论清场 以保证国民党胜选 为签订两岸统一的政治协议 打好政治基础 所以 对于我提到的那几个媒体的控制工作 要由专人负责 要立下军令状 务必按时完成 即便暂时需要付出比较大的经济代价 也在所不惜 中共统战的锋芒 已经明确指向自由时报 苹果日报 三B电视台和民事电视台等 在中共的利诱和威胁前 这几个硕过仅存的独立媒体 还能够坚持住 媒体的职业道德的底线吗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共正在推进 由经济统一到政治统一的进程 冷酷的现实是 在此之前 中共通过对媒体和出版的控制 已经率先实现了另一种统一 即台湾的媒体和出版 已经基本成为中共统战的第一片沦陷区 中共初步具备了 通过台湾媒体和出版 左右台湾社会舆论的能力 中共正在借助台湾的思想自由 和新闻自由的制度 利用受其控制的舆论工具的片面 虚假的宣传效应 对台湾人实施实质上的思想专制 更可怕之处表现为 台湾社会正在形成 对待与中共有关问题上的自律现象 所谓自律 就是在思想和言论上 自觉地不去触动中共的政治底线 以免激怒中共 使自己的个人利益 因中共的报复性行为 而遭受损失 这种自律现象 在投资大陆的台商中滋生 蔓延 现在已经广泛渗入台湾内部的社会各阶层 其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 台湾的各大酒店 包括众多著名的国际连锁酒店 由于担心中共报复 影响其在大陆的业务 都接受了中共代理人的劝告 自动关闭3D 民視等电视台 在酒店内的频道 与之同时 受中共直接控制的电视台的频道 却畅心无阻 台湾社会各阶层出现的 对中共的自律 既是中共控制媒体与出版 必然产生的社会舆论后果 也是台湾人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丧失思想与言论自由 处于中共思想专制之下的标志 同时更表明一种政治奴隶的心态 即在强权之下 为了生存的利益 自动放弃精神自由的权利 以自律的方式放弃自由 比铁血强权用 国家暴力剥夺自由 更具生命的悲剧性 因为 前者意味着人性的最深刻的堕落 为了物欲而背叛自由 尽管控制媒体和出版的统战 取得重大成果 中共却并不以此为满足 根据胡锦涛的指示 从中共国台半岛海协会都释放出信息 鼓励大陆媒体到台湾发展 也欢迎台湾媒体到大陆发展 这个信息看来是双方对等 实际是只有利于中共 因为台湾媒体基本被中共控制 到大陆发展 也不会造成中共对传媒失控的现象 大陆的媒体都是中共的喉舌 是中共意志的直接宣誓者 这些媒体登陆台湾 与中共的政治意志登陆台湾 是同一回事 中共鼓励大陆媒体登陆台湾 还另有深意 2012年台湾大选前 具备全面控制台湾社会舆论的能力 从而通过舆论导向 帮助国民党籍总统连任 这是中共至关重要的统战目标之一 在此之前 如果能完成大陆媒体登陆台湾的设想 显然有利于通过中共自己的媒体的政治存在 直接实现上述统战目标 二 对知识界的渗透 把教授驯化成文化奴仆 6.4宣案之后 为走出中共政治道德基础 彻底崩溃造成的困境 邓小平决定改变过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 此前 中共主要是用政治迫害和思想整肃的方式 来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暴政的精神奴仆 简于6.4反人类罪行引发的统治合法性危机 中共急需收拾人心 重建统治的社会基础 在此情况下 邓小平决意用经济收买的方式 驱使知识分子纠犯 或许是由于中共暴政 经过一次又一次政治整肃 特别是6.4之后一段时间的逮捕 流氓 已经基本肃清了知识分子中的人格高规则 或许是由于中共长期的 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地统治之下 中国文化精神趋于灭绝 中国的知识分子 已成无文化之魂的群体 邓小平的经济收买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 无文化之魂的精神卑贱的群体 必然把物欲的追求当作生命的主体 于是中国知识分子 整体尚规附于权贵阶层 数百万御用文人成为专制于金钱的双重奴仆 并把为中共极权政治和权贵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辩护 作为其最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功能 邓小平之后 江泽民为扩大中共极权统治的社会基础 推动修改党章 允许民营企业加入党 实际就是允许靠买通官权而爆发的新生资本家 加入声称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先锋队的共产党 以此为标志 在中国腐败的权力 堕落的知识 肮脏的金钱 形成了支撑中共极权统治的政治同盟 正是由于该同盟整合了权力 知识和金钱 这三项最具社会能量的因素 中共极权才得以延续至今 而权力 知识和金钱的结盟 也被奉为中共重要的政治经验之一 现在 中共已经把上述经验用于对台湾的统战 最早对此做出理论论证的 便是中共首席理论顾问王沪宁 2006年 王沪宁曾向中共中央提交过一份 职工高层参阅的内部研究报告 题目为在台湾知识界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极点思考 该报告认为 6.4事件之后 中共最成功的经验便是建立起权力 知识和资本三足鼎立的稳定的政治结构 如能把这个经验有意识地运用于解决台湾的过程中 将会使对台的统战工作的思路更清晰 方针更明确 方法更有效 在上述报告中 王沪宁写道 权力 知识和资本结成的统一战线 是我们党在大陆成功的经验 这个经验 对于主要用统一战线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应当同样有效 经过前几年的工作 200万台商将来在我们 最终对台湾问题做出政治解决时 站在我们一边 基本不成问题 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所以是靠得住的 我们完全有信心 掌握台湾社会资本因素的政治趋向 我们党同国民党高层 在对待台独的问题上 已形成高度共识 现在看来 2008年 国民党重新执政 也具备现实可能性 美国是陈水扁为麻烦制造者 也将转而支持国民党 因此 只要我们加大力度 创作性地做好 对台湾知识界的统战工作 2008年国民党胜选之后 在台湾就会以我们党为实质的核心 形成权力 知识和资本的统一战线 这个意义上的统一战线 将会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 提供可靠的社会能量的保障 王沪宁上述思想提出之后 很快便被中共高层接受 并一直作为对台湾知识界统战的指导思想 发挥作用 中共对台办公室 据此提出 对台湾知识界统战的策略原则 是以学术交流为基础 抓住重点 全面覆盖 在具体执行中 中共教育部又把抓住重点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单位 国立大学的台大、政大、私立大学的东吴、明传 都被列为学术交流的重点对象 第二个层次则是教授学者个人 被列入中共统战重点对象的台湾教授学者 已达三千多人 中共教育部还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全面覆盖的原则 所谓全面覆盖市值 要同台湾的每一所国立和私立大学都建立起学术交流的关系 表面看来 大陆各学术单位同台湾的学术交流是各自分别独立进行的 实际上则由中共教育部和国务院对台湾在背后同意协调操控 大陆各学术单位同台湾的学术交流的花费 也获得单独劣质的特权 经教育部批准后由中央财政拨付 中共教育部和国务院对台办要求 对台湾知识界的统战工作要实现的具体目标是 做到台湾教授和学者对大陆的两个遗规 即学术遗规和情感遗规 唯做到这两个遗规就要进行相关的学术投资和情感投资 中共教育部的相关内部文件明确提出 为实现学术遗规 要在各学术领域专门为台湾教授学者设立系列的科研课题 同时欢迎并支持台湾教授学者自己选择有关大陆的科研课题 同时要为这类课题提供学术数据和经费保障 要为其科研成果走向国际舞台 被国际学术界接受提供有效帮助 2007年王沪宁就相关问题曾给教育部官员做过一次报告 他讲 随着我们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长 有关中国大陆的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成为显学 台湾地域狭小 国际影响日渐萎缩 缺乏学术研究的课题容量 所以台湾学者的学术出路只能在大陆 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 有的同志担心 我们资助台湾学者的研究课题 如果最后得出政治上同我们敌对的研究结论 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种担心其实没有必要 道理很明显 他们进行大陆课题的研究 只能依赖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学术数据和数据 这就意味着 我们从学术源头上把握了研究的学术结论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同理 我们提供的是大米 台湾学者就很难煮出高粱米饭来 当然 这就要求我们给台湾学者提供学术研究的数据和数据时 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和策略意识 也就是说 绝不能提供的一些可能导致对我们不利的研究结论的数据 相反 要通过有选择的提供研究资料 有意识的引导研究者 去向我们预计的研究结论 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建议教育部领导组成专门的班子 对学术资料的提供工作 深入研究 统筹安排 以策万全 王沪宁的上述讲话暴露出一个事实 中共在用机心摆断的权谋 设好统战的陷阱 以学术名利为诱饵 引诱台湾的教授学者进入陷阱 使之成为中共的学术奴仆 而众多台湾的教授学者也确实沉醉于对中共的学术移归 正争先恐后地奔行在中共为他们安排的命运之路上 对此 我有直接感受 2008年11月 我受邀作为论文评论人 赴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 会上几位台湾教授介绍了他们关于大陆的论文 题目涉及经济 法律等领域 令我震惊的是 这些台湾教授竟然同王沪宁预言的一样 完全以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和数据为根据得出结论 而且论文的行文风格和结论的价值取向 都与中共严格控制的大陆所谓学术刊物上的文章毫无二致 从这些台湾教授的论文中 人们已经根本无法分辨 他们是属于自由世界的学者 还是属于数百万中国大陆的御用文人和思想奴仆群体 这次研讨会上 我在对这几位台湾教授的论文评论时说 你们把中共官方发布的数据和数据作为论文的依据 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这些垃圾数据和数据连中共狗官都不会认真对待 因为他们知道 那是为政治宣传制造出来的 而你们却奉之为瑰宝 把你们的学术声誉 同这些垃圾资料联系在一起 你们建立在中共想以欺骗世界的虚假数据上的所谓学术结论 只能有一个价值 即帮助中共欺骗世界 这是台湾学术的悲哀 大意如此 原话无法准确回忆 后来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据说 由于袁洪斌这个名字和我的评论 邀请我参加会议的长者 竟然受到同事的强烈抨击 抨击的理由在于 因为邀请我参加这次研讨会 可能会对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同中共学术单位今后的学术交流 以及他们的某项学术研究经费的申请 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听到这件事令我心神黯然 不禁想问太平洋的万里波涛 难道台湾的某些学者 真要以中共极权政治 作为他们现在的学术依规之所 将来的学术买骨之处吗 难道台湾的某些教授 真要放弃学术良知和学术自由的原则 做中共的文化奴仆吗 教授学者是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族群 学术一规就足够保证台湾知识分子 对中共政治意图的理解甚至支持 但中共并不以此为满足 为确保在2012年之前 形成以中共政治意志为核心 由国民党政府的权力 台商的资本和台湾教授学者的 知识之间的联盟 为内涵的台湾社会能量系统 中共还要实现台湾教授学者对其的情感遗归 在中共教育部和国务院对台湾的统筹策划之下 中共各学术单位和统战部门 对台湾学者的情感投资早已全面展开 迎接时如火如荼的热情和鲜花掌声 送行时的依依不舍与赠别厚礼 宴会上的船杯飞盏 旅游中的着意安排与豪华接待 等等等等不以而足 于是便有台湾教授学者 熏熏染 陶陶染 昏昏染 不知今夕何夕 并用一片真心 万乎真情 回报中共的情感投资 混不觉把真心真情献给中共极权 就意味着对学术良知的彻底背叛 因为极权专制是精神自由不共戴天的死敌 没有精神自由的地方 便没有真正高贵的学术精神 而只有专制的文化奴仆 暴政的御用文人 大劫难正逼近台湾 劫难的实质在于 中共要用极权专制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铁牢 囚禁自由的台湾 至此艰难时刻 教授与学者群体 应当承担起知识分子 对台湾命运的责任 用知识的名义 向台湾人民预警劫难 提出用以坚守自由原则 并战胜凶解命运的精神价值 与策略原则 然而 人们看到的 却是众多教授学者 完全放弃知识分子的 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 一心一意走上 对中共的学术依规 和情感依规之路 这条依规之路 也是背弃并远离自由的台湾之路 台湾养育出一群 在名利诱惑下 把冷漠的背影 对向台湾命运的 忘恩负义之人 行文指此 悲愤之情 实难平易 故有一时不途不快 我多次亲身体验过 某些具有统派 国民党籍的大学教授 对中共的情感依规 以至丧心病狂之境地 只要我对中共做出些许批评 教授们便如祖坟被决 有此一世父母受辱 勃然大怒 对我大家踏伐 以维护中共极权政治的声誉 其对中共 真有感天动地的孝子贤孙之情 鞠躬尽瘁 死而后裔之意 只是不知五十年代初 被中共屠戮的二百余万 放下武器的国民党人 如果权下有灵 是否会为其政治子孙之不孝 做千古不绝之长枯 除教授学者外 台湾的大中学生 也被列入 中共对知识界统战的事业 胡锦涛特别指示 要把西藏的成功经验 运用到两岸大中学生的交流中 所谓在西藏的成功经验 具体是指 将藏人少年送到大陆内地 接受共产党文化教育 经过几年十几年后 再把他们送回西藏 于是 这披掌着藏人面孔 而心灵已经受到 共产党文化改造的藏人 便成为中共政治意志 在西藏的代理人 现在 中共也要通过两岸学术交流 从台湾学生胸膛里 挖出他们的台湾心 然后换上一颗 共产党极权文化的心 从促使台湾教授学者 对中共的学术依规和情感依规 到对台湾大中学生的换心策略 都已列入2008年6月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 解决台湾问题政治战略 从而成为 中共2012年 解决台湾问题的 政治阴谋的构成部分 面对这个政治阴谋 台湾知识界整体上 是否还有能力 坚守对自由的忠诚 对台湾命运的忠诚 三 宗教与黑社会中的统战 政治误染的信仰 和黑手党化的政治 中共的哲学信仰源 自古希腊的 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和诡辩论 这个哲学信仰 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 所以中共本质上是 拜无教性的政治组织 同时 由于中共要用铁血权力 实行其哲学信仰 对人的精神专制 因此 所谓辩证唯物主义 实际上具有 国家信仰的地位 但是 其他宗教信仰 只不过是 人民的精神鸦片 需要像禁毒一样 禁绝之 这是中共对宗教的 基本态度 中共建政之后 立刻在东亚大陆 推行用国家暴力 消灭宗教的政策 从中原到内蒙 新疆 西藏 宗教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 佛庙 道观 清真寺 教堂被摧毁或者废制 僧人 尼姑 道士 阿洪 教士被大批屠杀 流放或者关入黑牢 十余年间 宗教人士 宗教组织 宗教场所 摧残殆尽 摧残精神信仰 是中共败物的哲学本质所决定 不过 中共对人类精神所犯的 最凶残的罪行 还不止于对宗教的摧残 而在于在用国家暴力 杀死宗教精神之后 又扶植起各种官办宗教 解宗教的外壳 实施其统战的政治阴谋 极权政治所污染的宗教 正是对宗教精神最深刻的蔑视和侮辱 在中共严密控制之下 建立起遍及各个宗教领域的伪宗教组织 从佛教协会 道教协会 伊斯兰教协会到三字教会 可谓花色齐全 水路分成 这些属于中共暴政的 御用宗教组织中的神职人员 竟然是按照中共官员的品质划定级别 领取功心 因此出现科级和尚 触及尼姑 局级教士等荒谬至极的概念 中共御用宗教组织的神职人员中 遍布秘密警察系统的告密者和线人 而众多高级神职人员 本身就是宣誓 以唯物主义为信仰的秘密共产党员 就这样 中共把本应神圣的宗教改造成 实现肮脏的政治意志的阴谋组织 佛祖 上帝 阿拉 三清圣者 如致他们创立的精神原则 沦落为极权政治 用以欺骗世界的谎言 定会浩涛痛哭 替死庞泊 为禁忌之以邪 现在 中共正在利用其御用的宗教组织 在精神信仰的领域内 全面展开对台湾社会的统战 中共的统战部门很早就注意到 台湾具有宗教信仰基础深厚 宗教情感社会影响巨大的特点 因而 宗教统战 一直是中共对台统战工作 最受重视的方面之一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中共统战部就成功地邀请台湾一位著名的政治和尚访问大陆 并给质疑由国家主席杨尚坤接见的礼遇 胡锦涛执政后 为实现2012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目标 中共更把对台的宗教统战的原则 策略 目标等系统化 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也体现在 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 以对台湾各种宗教信徒数量分析为基础 中共对台宗教统战方案 把统战的重点放在佛教徒 道教徒和兼具辅导特色的妈祖信徒群体上 该方案要求 充分利用大陆丰富的宗教民生资源 吸引台湾信众朝拜 旅游 中共控制的各种宗教组织 也要加强同台湾民间宗教组织的联络 通过各种宗教文化活动 拉近同台湾信众的宗教情感 树立所谓宗教不分彼此 两岸信众一家亲的观念 该方案特别强调 根据福建和台湾 都有人数众多的妈祖信众的实际情况 福建的中共宗教文化统战部门 要缜密构思 精心组织同妈祖有关的大型活动 从而不仅让福建以海西区建设为支点 成为对台经济统战的前沿阵地 而且要成为宗教文化统战的前沿阵地 该方案还单独提出道教中的一贯的问题 中共建政之初 在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 曾把一贯道做反动汇道门加以严厉镇压 屠杀了数十万大陆的一贯道徒 在该方案中 中共仍然坚持 当年屠杀大陆的一贯道徒是正确的 对稳定期政权是必要的 但又认为 现在对台湾的一贯道实行统战也是必要的 还指出 巨部完全统计 台湾一贯道的信众达200余万人 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 所以 化解历史问题 同台湾一贯道建立宗教文化联系 是宗教统战工作成功的指标之一 在2008年6月那次中共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另计划对宗教统战方案进行解释时 说 胡锦涛同志指示我们 道教 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和骂祖信仰的根都在大陆 台湾信众的宗教信仰的根也在大陆 进行宗教统战工作 要牢牢把握这个关键 使台湾信众心系大陆 情系大陆 魂归大陆 在两岸政治统一之前 要率先做到宗教统一 要广泛建立两岸宗教组织交往的纽带 要特别注重台南地区的 妈祖信仲同福建之间的宗教文化联系 胡锦涛同志的这个指示 是我们拟定宗教统战方案 一直遵循的原则 它明确了宗教统战工作的最终目标和方向 另外 中共对台的宗教统战方案中 还制定了利用宗教的社会基础 影响台湾政治选举 确保国民党2012年大选连任的一系列具体方法和策略 其中特别强调对宗教领袖人物统战的重要性 并列出一个包括佛家 道教 妈祖信仰和伊斯兰教在内的各宗教领袖性人物的名单 共计870人 要求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统一协调中央和各省的相关单位分工负责 对这870人进行统战工作 要做到统筹安排 专人负责 务必于两年之内 同这批人全部建立起经常性的宗教文化的联系 极权政治必然以警察特务统治作为归宿 而警察特务统治的最堕落的形式便是政治的黑手党化 现在 中共已经全面退化为政治黑手党 6.4图成之后 中共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 只能靠赤裸裸的物语引诱 国家恐怖主义性的暴力 国家谎言和秘密警察系统维持政权 而这种性质的统治便是政治黑手党的统治 黑手党式的政治的突出特点之一 便是对异议人士或者政敌实施黑社会性的直接人身威胁 中共的秘密警察不仅早就开始 对大陆的异议人士普遍采用这种堕落至极的方式进行控制 更在澳门回归的过程中 与澳门黑社会联手 用直接人身威胁的方法 成功地控制住了社会各阶层人士中 不满中共的情绪 转化为实际的政治抗议活动 中共统战部和公安部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曾联合完成一份 关于台湾黑社会状况的报告 对台湾黑社会的组织状况 活动特点 社会影响 头脑人物都做出详尽的说明 2008年6月的 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则提出 根据台湾黑社会发育比较充分的特点 从20世纪70年代起 中共公安系统就开始了对台湾黑社会的系统工作 而且取得很大成绩 现在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要尽快由公安部牵头 国安部协助 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 完备的对台湾黑社会实施政治控制的方案 制定方案是 要紧紧围绕2012年以统战方式为主 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总战略目标 并充分吸取澳门回归过程中 利用澳门黑社会力量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成功经验 2008年7月 中共组建了对台湾黑社会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是中共公安部副部长 国际刑警组织 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孟宏伟 另由国家安全部失局 选派一名副局长做副组长 这个小组直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 并受令计划的领导 其职责就是制定并秘密执行对台湾黑社会实施控制的方案 事实上 中共秘密控制台湾黑社会的努力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随着台商大批登陆 中共对台湾黑社会的统战更取得长足进展 2008年10月 中共海协会副会长张明清访台 统议员王定宇发生冲撞而跌倒 一个中共小官轻轻跌倒 马英九政府竟山摇地洞 以时成为台湾新闻焦点 受中共控制的台湾黑社会也闻风而起 声称中共小官张明清是其大哥 对王定宇进行人身威胁 从此事中可以看出中共对台湾黑社会渗透之深 不过事件发生之初 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便给另计划提交了一份报告 对张明清擅自动用台湾黑社会力量做出严厉批评 并要求今后必须杜绝此类事情 孟宏伟在报告中称 把黑社会力量运用于政治领域是一件十分敏感的事情 务必要慎之诱慎 处之不当则可能使我们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甚至可能对我们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带来不利的影响 建议在小事上和一般时期 一律不用台湾黑社会力量介入 对台湾黑社会力量要采取长期培育慎重使用的原则 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即使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才对其加以使用 第一 2012年台湾大选前使用之 以保证国民党继续执政 第二 2016年 由我们党组建的台湾社会民主党参加竞选时 要动员一切能量确保竞选成功 对台湾黑社会势力不用择疑 一旦使用 就一定要发挥骑兵之效 我们判断 对一些重要政治人物施加直接人身威胁 逼其就范 短时间内会产生重大而明显的政治效应 从而促成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实现我们的政治目标 令计划对于孟宏伟的这个报告赞赏有加 称之为深谋远虑 思路清楚 令计划更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达指令 今后除今孟宏伟负责的对台湾黑社会工作 领导小组报中央书记处批准之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政治问题上 擅自运用台湾黑社会力量 黑社会本就是阴影中的过程 是公权力之外的非法的权威 尽管如此 它还是有持续存在的社会历史原因 按照黑格尔凡存在的都具有合理性的哲学真言 黑社会总还能为自己找到某些存在的人性根据和历史基础 然而如果在中共的统战阴谋之下 最终沦落到做中共这个政治黑手党的政治打手 台湾黑社会将丧失任何存在的合理性 并成为盼卖台湾的根本利益 及政治自由的千古罪人 四 简要结论 中共政治阴影已经深深深入台湾的政治 经济 文化 宗教和黑社会各个领域 并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左右台湾社会的走向 这是一个冷酷的现实 无论承认不承认 它都真实的存在 中共通过对媒体和出版的控制 正在实现对台湾社会舆论和思潮的控制 中共中宣部的意志 每天都在通过台湾的媒体 传出关于大陆的片面和虚假的信息 自由的为台湾人洗脑 中共所追求的 在政治统一实现之前 首先实现思想和舆论的统一 正在成为现实 基于对中共的恐惧 或者害怕经济 或者学术利益受到损害 台湾各界人士 从商人到知识分子中 都出现了自律的现象 即在关于中共的政治问题上 甚至在同台湾政治前途相关的问题上 都自觉地不发表与中共不同的意见 不作可能与中共政治意志 发生矛盾的行为 上述这些情况表明 虽然台湾人的自由名义上 还受到中华民国的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但由于中共的全面渗透 台湾人已经在实质上 失去了思想和新闻自由权 这恰是台湾大劫难 即将在2012年降临的先兆 在这个凶险而艰难的时刻 台湾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表现 则完全令历史失望 几千年前 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断言知识就是美德 几百年前 英国哲人培根相信知识就是力量 可某些台湾的教授和学者 却把知识当作向中共乞讨 学术资源和学术地位的乞丐之波 为一己之力 背叛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尊严 对于这些人 知识不是美德 而是愚昧强权的资本 知识也不是力量 而是意志软弱的小动物 满足卑微物欲的工具 他们侮辱了知识 也就意味着使自己的人格蒙羞 因为他们被称为知识分子 无论台湾的前途如何 这批正在被驯化为 中共文化奴仆的教授学者 都必将受到命运的诅咒 为他们对台湾自由的背叛